中国度过了它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吗 在过去我们曾经谈到 它很可能已经触底 就是不会比现在更坏 但这并不表示 它已经度过了经济的危机 按照最新的八月数据 不管是工业的产出 零售的销售都有所改善 所以中国政府也对内喊话 希望能够刺激消费 增加大家的信心 经济才能够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可是中国人的传统 大多数就是把钱放在房地产 房地产就是它大多数的财富之所在 一旦房地产开始修正 就是它的财富开始修正 所以它既不买 还要想说趁这个机会 赶快把房子给卖掉 另外呢 政府不管出台多少政策 很可能前两三个礼拜 有一点效果 然后就昙花一现 大家就开始观望 所以这一次中国的房地产的旧市 其实尚未成功 而本周中国人民银行 就是我们所称的中国的央行 再次的降准 这是今年呢 降低存款准备率第二次 上次呢 是结束清零政策的时候三月 这一次是在九月中旬的时候 再次宣布降低存款准备率 如果以两次降低存款准备率来讲 它释出的流动资金呢 有人估计是高达一兆 一万亿 用中国大陆的说法叫一万亿 用我们的算法叫一兆人民币 一兆人民币是什么意思 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刻 中国是祭出四万亿的刺激方案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中国现在是在处理 接近2008年金融风暴的方式 来处理内部的问题 它的方式不是拿出财政刺激方案 四万亿 而是从央行降低存款准备率 而主要的原因是 它不可能再增加债务 那央行降低到 存款准备率降低到7.4% 是什么意涵呢 我们曾经说这一次的危机 是40年来最大的危机 在金融风暴的时刻 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是什么 是外面的市场 它的内部没有什么危机 它外面的市场的危机 导致它的出口大幅的下滑 所以它祭出了四万亿 就是四兆人民币的刺激方案 它的央行也降息 然后也降低了存款准备率 那次降低是降低到15.5% 中国在上一次也有一波 经济小危机 是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银行的存款准备率 央行的政策 本来是13% 为了要挽救那时候的中国经济 让很多投资可以得到资金 房地产不会垮掉 所以就从13%一口气 降到8% 现在降到7.4% 你就可以知道说 对中国来说 现在的经济危机来得有多大 那有人算过 在这么大的我刚刚所说的 等于是丢出了将近一兆 人民币左右的资金 希望进入市场 让可以投资的 可以贷款的 尽量的可以从银行取得 他所要取得的钱 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老百姓的信心在哪里 中国大多数的人认为 第一房地产 它的价格已经见顶了 已经到了高峰 之后只会往外修 往下修 第二个 这不是老百姓的一个看法 就整体来说 中国大陆已经慢慢走向老龄化 所以将来对房地产的需求 会下降 那中国的经济 所过去出现的 两位数字成长不可能 甚至6%以上也不可能 6%甚至都有困难 在这个情况里头 房地产怎么还可能上升呢 所以大多数人的看法是 中国得抱着这个房地产的地雷 要数年才能解决问题 它不会是短时间几个政策 一天推一个政策 一个推一个政策 然后效果有 两三个礼拜以后 效果就不见了 其次它的效果都集中在哪里 在北京跟上海 甚至在深居的广州效果 都没有北京上海来得大 那它真正出现这次房地产危机的 像碧桂园 像恒大 他们出现房地产要破产的 主要的危机 是在二三四五线的城市 是那些城市的房子 变成了烂尾楼 或是在那个地方 变成了鬼城 卖不掉 所以你如果主要可以解决 是北京上海 它本来就不是主要房地产里头 出危机的地方 所以目前为止真的人们心动了 对政府的政策买单了的地方 主要都在一线城市 而且主要是在北京跟上海 所以有几个不同的评估 第一个评估是新加坡的 主权财富基金的执行长 他认为中国现在还是有投资性 当然他不会投资在房地产 他说某些行业可以加倍投资 他指的是像电动车 某些AI的领域等等 而日经新闻日本专家怎么看 因为日本是曾经完全历经过中国 现在的过程 最后房地产泡沫化 然后日本经济走向通缩 一直到今天通过都没有解决 然后他说 中国重到日本 覆车是不是会出现完全相同的状况 日经新闻的说法是 现在判断 为时过早 他说中国的政策 有一些回旋的余地 不见得像日本当时那么糟 但是他必须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摆脱这个状况 跟我前面讲的是比较有一点类似 那如果比起日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有的人常讲中国有军队 日本没有军队 这跟房地产没有关系 他说中国现在的人均 只有差不多 一万四千块美元左右 当时日本 他陷入通缩说 他已经是已开发国家 他的人均是非常高了 是四万多美金 所以他根本可以改善的空间很少 而中国还可以往前走的空间 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 他们认为中国的状况 会比当时1990年 日本房地产泡沫化之后 日本完全走入通缩 经济从此消失40年 他认为中国还是机会比日本高 但是现在判断为时过早 这是日本的日经系 我所做出来的分析 然后另外呢 他们也提出一个警告 他说你不要以为跟中国关系不好 在那个地方觉得很开心 一旦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经济进入跟日本一样的通缩的话 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包括日本 更不要讲包括台湾 都无法置身事外 8月份在一系列扩大内需 提振信心 防范风险的政策举措的作用下 工业和服务业生产加快 国内需求继续扩大 就业形式 就业和物价形式整体向好 中国经济在国际一片畅随身中 终于在项目出现了微弱改善的曙光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数据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同比都实现了增长 服务业的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8%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 比上月加快了2.1个百分点 另外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7月的5.3%降至5.2% 只是中国经济仍未脱离险境 在前8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是下降了7.1%和3.2%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8.8% 降幅略有扩大 另外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同比有涨有降 上涨城市个数减少 中国政府从7月底开始推出一系列松绑四级房地产的措施 但还没能让房市回温 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由7月的93.77 进一步跌至8月的93.56 为连续4个月下跌 也较去年同期下跌了1.47个百分点 央行今天晚间发布消息 决定于2023年9月15号 也就是明天开始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中国央行时隔半年后再度宣布降准 本次下调后 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4% 有望释放长期资金5000至6000亿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央行宣布降准的时机 正值中国国家统计局要公布8月经济数据的前夕 凸显出北京权力救经济的急迫性 配合降准央行今天还打出了组合拳加大经济支持力度 时隔近8个月重启14天期的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较1月1月下调了20个百分点 实际上在这次的降准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央行今年已经是降了一次准 降息有两次 实体经济的融资成品本下行很明显 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8个月 企业贷款利率已经降至由统计以来的历史地位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同比也大幅下降0.95个百分点 此次降准是人民银行加大逆周期条件力度 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降准之后 金融机构也更有动力 也更低的利率向企业和居民发放贷款 相对应的 企业和居民对于信贷资金的可能性 以及投资和扩大消费的意愿也就更强了 事实上 就在中国央行宣布降准之前 中国各地方政府都纷纷放大招 解除了原本严苛的限购现代政策 希望能让房市恢复经久因时的盛况 其中 北上广深 跟进任房不任带 有中国业内人士认为 包括一线城市都加入了这一系列 被视为房市强心计的新政 其实反映出北京当局真正担心的是 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 因为这些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 若房子滞销 政府土地卖不出去 就会冲击到方方面面 另有分析指出 这次的政策路径就是自下而上 因为在北上广深跟进松绑之前 小地方已经松绑限购自救 只是没什么效果 最后一线也放开 尽管没什么必要 因为北上广深的房子 并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题 对三四线城市 目前来讲 这些政策的效果 其实还是没有汇集到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今天它是呈现出 可能会分化加剧 也就是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跟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可能是完全一种不同的走势 一名熟悉中国地产业的专家 并不看好这次的刺激政策 他指出 历次去库存都有个前提 一是大家手里有储蓄 二是大家对未来预期较稳定 赶背大量的贷款 然而疫情三年的经验 让许多人工作出现了变动 薪资不涨反减 月工无以为继 这也反映在了深圳跟广州的房市 解除限购后 并未出现预期的疯狂 因为大家都不想被房贷给套牢 利率再低 你不要我利率 我也不会考虑去买 因为我没钱 我有这个钱 我还不如去旅游 习近平上台后 奉行房住不炒 确实让原本坚挺的房价出现松动 不过在疫情封锁三年 以及恶物战争 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冲击下 他并未顺应时局调整相关政策 导致打房 打到中国经济严重内伤 2021年底 恒大集团爆发债务违约 今年地产模范 男生碧桂园也出现债务危机 重创了投资者的信心 The reversal of fortunes at China's top property developers is threatening to unravel the economy Companies have pulled back on hiring fewer people are buying homes China had about 100,000 real estate developers before COVID around 2019 And now the official figures show that more than 5,000 of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have declared bankruptcy And this process is still going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olled out a series of stimulus measures such as lowering mortgage rates and allowing banks to extend loans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contributes to about 30% of China's GDP and about 80% of residents' wealth is locked up in real estate So a sharp drop in prices will lead to a collapse of confidence Experts say that while government policy has accelerated the contraction of the sector China's housing market is also undergoing a long-term transition That's because the country's declining birth rate would mean that it no longer needs so many houses and it can no longer rely on real estate to fuel growth So the key economists say is to open more investment channels and guide capital to consump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亚洲金融风暴 中国尚未加入WTO时 当时的央行将银行存款准备率 从13%下调至8% 2008年 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中 银行存准率仍高达15.5% 如今中国人行为了救经济 让银行放贷存准率 低到7.4% 中国政府目前仍在奋战 40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然而显然外在的全球经济衰退 内在的老龄化等结构 皆和政策方向相反 只能说这场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